老杨到处说 来说一段历史的掌握 或者是历史的补课 来谈谈北京的中华门 永定门和毛泽东的 毛主席纪念堂的由来 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老北京 有曾经有一座中华门 中华门就是老皇城的正南门 原来是明代 也就是朱迪亚这个建都 这个北京以后 修了这个故宫以后 这个大明门 到了清代改称为大清门 到了民国又改称为中华门 那么大明门大清门中华门 都在北京的中轴线上 原来的地址是在哪里 正阳门的北侧 也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边 毛主席纪念堂这一带 中华门跟正阳门天南门不一样 它不是城楼 而是一个单 叫做单延的 歇山顶的 砖石结构的建筑 就是一座门 这个门 这个门曾经是明朝 清朝 民国三个朝代 象征性的国门 这个民国政府 这个国门设在北京 而不是在南京 这也很吊诡 一般来讲 平常的日子是不开放的 中华门呢 也就是大清门和大明门 建于什么时候呢 在明朝的永热连间 建成的时候 因为是在皇城的正南门 古人呢 又以南方为尊贵 所以呢 享有国门的地位 那么这个国门呢 随着朝代的更迭 它的名称 也发现一些变化 明朝称之为大明门 那么大学是谢晋 提门连呢 这门连的很功 叫日月光天德 山河壮地居 气势宏伟 到了1644年 李志诚呢 带着大顺的义军呢 进入了北京以后 建立了大顺王朝 当年的这么一个四月一号 要把这个门改称为大顺门 这个在明记北略里面呢 有记载 但是呢 由于呢 三个月以后啊 李秀成 李志诚呢 就失败了 退出了北京 所以这个贬革 也没有可成 到了清朝的顺治元年 1644年 改名 这个大明门为大清门 辛亥革命之后 大清门在1912年 改称为中华门 民国时期呢 有意把大清门呢 拆下来 调个个儿 然后呢 把中华门这三个字 刻上去 没成想呢 拿下来以后 发现呢 原来背后已经有人刻了 最早呢 其实是大明门 就是呢 清朝顺治 入京以后呢 省事 就把大明门这个牌匾拿下来 在背后又刻了大清门 所以民国没办法续 所以呢 另外起了一个牌 那这些牌听说 现在都在首都博物馆里面呢 正藏着 好 到了1952年 要扩建天安门广场 那么在1954年 就决定 拆除中华门 决定拆除中华门 我们发现呢 因为在1958年4月22号 人民英雄纪念碑呢 落成之后 中华门那个时候还在 也就1958年的时候还在 但因为这个中华门有碍四线 又是在冲轴线上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 那么这一代呢 他就有碍四线 所以在人民大会堂 兴建期间 也就是北京 建国十周年 十大建筑的建设之间呢 就把大明 这个中华门给拆了 这拆了以后呢 当时解的那个地方呢 还有阴气 因为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啊 这个纪念 历来的这个革命先例 阴气中 那怎么办呢 就在广场的那周边呢 中了大量的松柏 这就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两侧 有大量的松柏成林呢 的由来是这么的 阴阳平衡 阴阳协调 那么在中华门 那是1976年以后 在中华门这个原址呢 也就是 毛主席纪念堂 现在的弟子 在中华门的原址 建立毛主席纪念堂 据说 取了这么一个意 叫做打开中华门 看见毛泽东 那这就是共和国的一个利益了 那当然对于这个东西呢 外面的说话比较多 我记得呢 这个王鲁香 曾经在一个节目讲的 在中轴线放了一个 一个伟人的这么一个 这个不好说是什么 伟人的遗体 这样的话 是不是对北京的风水有破坏呢 但是有另外一个说法 说打开中华门 看见毛泽东 这呢 也是一个说法 当时呢 毛主席纪念堂的规划 设计建设的参与者呢 很多 其中由于我们中国著名的 老建筑师 设计师叫袁静申 袁世凯的袁 明静的静 身体的身 叫袁静申 这位老先生后来呢 回忆了当年的玄子 和兴建毛主席纪念堂 一段显为人知的历史 老先生说 不好意思啊 老先生说 说到毛主席纪念堂 这个东西也不能乱讲啊 这位袁静申 先生讲 当时的毛主席纪念堂 要放在哪里 就这整个这个建筑设计小组 非常重要的人物 所以设计小组的成员呢 实地调查 勘察了天安门的前后 劳动人民文化工 景山 陶兰亭公园 香山公园几个地方 进行了分析的比较 那时间也比较紧了 所以呢 制定了五个方案 哪五个方案呢 第一 建在天安门前 就是像苏联猎人墓一样 建在红墙 红场一侧的做法 但是呢 在论证过程中 大家觉得 金水桥以北 地方很小 建在那个地方 不仅影响了天安门的雄伟 而且会造成天安门前 交通阻塞 所以呢 马上这个第一个方案 就被火绝了 第一个方案在哪里呢 建立在天安门 北面端门的位置上 再说 这个地方比较宽敞 前有天安门 后有故宫的五门 东西 还有跟劳动人民文化工 中山公园呢 打通连成一片 组成一个整体 但是这样的选址呢 要拆掉端门 把完整的故宫 给破坏了 也不是个好方法 当然我们也知道啊 在建国之后 进京之后啊 文革的期间 曾经也有人提出 要把整个故宫拆掉 后来他听说 也是周恩来啊 立劝啊 做了很多工作 才把这样的革命造反的 这样的念头 疯狂的想法 给抑制住了 好了 在端门 这个方案 也给灭了 第三的方案呢 在景山的方案 这个景山方案 甚至已经做了一个 总体的布置图 那么这个方案呢 基本上是这样 在景山的山里头 掏一个洞 南北打通 把纪念堂建在景山的肚子里头 山巅建立一个高塔 塔尖 闪出红星的光芒 这样呢 人们既可以在这个地方 瞻仰毛主席的遗隆 又可以游览景山公园 但是又有专家提出不同意见 说在这个地方呢 破坏景山的景观 而且前面呢 要对这故宫的护城河 大队的参观瞻仰的人呢 站不开 所以呢 这个方案呢 又被否决了 三个方案 第一个 金水桥以北 第二个呢 端门拆掉 第三个呢 景山也不行 山里面掏个洞 第四呢 建在香山公园 毛泽东是当年 从香山那个地方呢 双清别墅呢 进京了 那么 纪念堂是在半山中的玉花山庄 这里居高临下 可遥望北京全城 像南京中山林的布局一样 从宫门的大门 沿着山市 修一条宽广的大道 直通玉花山庄 然后沿着南山曲折的山市 从现在 香山的饭店那里走出来 途中再建几个象征革命里程的纪念物 这样就把纪念堂 纪念物 和香山的整个大的风景 结合在一起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很妙 把它陷在香山 因为呢 它离北京城比较远 交通也不方便 后来大家呢 又否定了 这里面可能也有 华国锋主席的意见 等等吧 第五个 就是建在天南门广场 但是偏南好 还是偏北好 说话也不一样 偏北呢 纪念碑 可以作为呢 纪念堂的序幕 碑南 原来有成片的松柏林 可以保留 这样呢 前面有纪念碑 后面有松林坐院 形成一个完整的纪念环 偏南一点呢 纪念堂和纪念碑 保持相等的距离 各成一组建筑 这样南北有纪念碑 纪念堂和天南门呢 遥遥相望 广场中心是纪念碑 东西又有人民大会堂 天南门遥相对望 形成一个完整的广场建筑群 最后呢 开会研究来研究去 全能各种意见 结果呢 那个时候的党中央 拍板 选了第五个方案 也就是今天呢 大家所知道的 毛主席纪念堂的 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中华门 原来的原子 当然呢 后来啊 在建国六十周年前后 那么党中央 或者那时候北京市啊 有人就给 北京和中央领导提议件 提议件呢 电高五星红旗这个整个的旗座和旗桿 把改革开放的中国的概念呢 放到这个设计里面 这里面我就不说是谁提供了这个建议了 就是原来的维杆呢 那个升旗的地方是封闭的 现在呢搞得有开放可以走上去 第二个呢 十里长安街 要变成百里长安街 原来就是这么短的一块路 后来呢 扩充了到哪里呢 这边到门头沟 首缸呢搬走了以后 就到了门头沟 这边呢到通州 这个事情呢 就形成了一个呢 百里长安 这也是呢 共和国呢 基业永固的每个说法 但是呢 永定门没有修好 永定门 永定门呢 原来呢 就是一个在天坛和新龙坛之间的这么一个 还有瓮城 那么永定门呢 东西两坛 天坛新龙坛 2003年 北京人大有人提出建议要复建 中轴县的城市的景观 所以呢 要复建永定门的城楼 05年完成了城楼的彩绘 永定门呢 这个做法 南广场也做起来了 所以呢 这个事情啊 永定门呢 是北京的一个纹路 当然那都是水 钢筋水泥的建筑了 为什么要搞永定门 主要是中轴线要深移 这个所作 仿古建筑 但是呢 怎么看就是怎么小气 所以这是按照一比一说小 其实不是 这是一比一的重建 为什么看起来就不像以前 那么威风呢 因为永定门有瓮城 还有东西两侧的城墙 还有建楼 而现在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完整城门 没有旁边这些东西呵护 光感是令 所以呢 有人说啊 批评 永定不定 这也是一个说法 当然永定门现在离风台还比较远了 疫情跟永定门不定了 没什么关系啊 从中华门到永定门 老北京的一段掌顾 所以毛主席纪念堂 或者毛泽东的遗体 为什么要躺在中华门 永定门 为什么被批评 永定不定呢 大家也就 孤妄听之吧 信则信 不信也无法 老阳可以说 老阳到处说 老阳到处说